2021年某天张碧晨去公安局给孩子上户口 疑似被他的高中笑有发现秘密 随后消息流出 2021年 华晨宇一句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简直要让无数网友惊掉下巴 甚至影响到了当天微博无法正常使用 紧随其后 张碧晨的一篇长文回应也进一步证实了该情况 华晨宇说为了弥补没能赔 陪他度过孕期这个遗憾 他承担起责任 给孩子上完整的户口 让孩子幸福快乐 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张碧晨发了一篇小作文 谈及他发现怀孕后的各种恐慌 打乱了原本的生活 他和华晨宇谈恋爱 没想过要结婚生子 发现意外怀孕后 他选择勇敢地把孩子生下来 期间他断绝与华晨宇联系 独自完成了怀孕与生育的事情 虽然未婚生子社会中并不少见 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时至今日二人仍然没有结尾法律上的夫妻 近日华晨宇又爆出 绯闻和女星王月一一四相恋 如果未来华晨宇和其他人建立家庭 不知张碧晨母女二人该何去何从 有网友爆料称 华晨宇和张碧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亲子鉴定 第一次还可以理解为需要上户口 但是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 在进行第二次亲子鉴定 引发了大量网友对华晨宇动机的猜测 明明已经进行一次鉴定了 还要坚持二次鉴定 难道是在第一次鉴定后的日子里 发生了什么不为人 知的是使得华晨宇对自己生父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看到张碧晨承受了如此大的压力 网友纷纷为张碧晨的遭遇感到心疼 在华晨宇多次带孩子进行亲子鉴定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对张碧晨的不信任和怀疑 这种不信任可能源于华晨宇和张碧晨之间的感情纠葛 或是其他个人因素的干扰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暴露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信任危机和关系问题 亲子鉴定作为一种科学手段 旨在解决亲子关系的争议 对于明确孩子的亲生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4年10月7日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总决赛上 纳英战队学员张碧晨 过五官展六江 已一手时间都去哪儿了将总冠军收入囊中 张碧晨一唱成名 成为中国好声音首位女冠军 一个月后 2014全视频之夜上 张碧晨遇到了华晨宇 谁也没想到这两人之间会发生一段故事 张碧晨 1989年 张碧晨出生在天津的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 父亲是一名商人 母亲是纪念馆的管理员 在爱唱歌的母亲的影响下 张碧晨从小对音乐就非常敏感 2009年 高中毕业的张碧晨想要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但是遭到了家里的强烈反对 最终 张碧晨反抗无效 报考了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 虽然张碧晨听从了父母的安排 但是他想要进军娱乐圈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大二大年 张碧晨参加了一场歌唱比赛 他过五官展六江 直接杀到了总决赛 最终 他以中国区总冠军的身份去韩国参加了K-pop世界庆典 并获得了韩国总决赛第二名的成绩和最优秀奖 这场比赛也让张碧晨这个名字在韩国娱乐圈受到关注 在某节目组导演的推荐下 他签约了韩国经纪公司 成为了练习生 但是这套韩国圆梦之旅并没有张碧晨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韩国公司会客扣他的工资 伙食 甚至到最后连住房都要他自己负责 成团之后 他在团体中一直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挤 也是在这段时间 张碧晨成为了张艺新著名的私生犯 他会蹲守EXO的宿舍 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带小姐妹进节目后台 不过就在张碧晨在韩国的日子过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华晨宇的心图却是一帆风顺 2013年 华晨宇参加了快乐男生 并凭借着独特的风格和创作水平 获得了比赛的总冠军 成功踏进了演艺圈 一年后 他首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并在同一年参加了真人秀花语少年第一季 在这档节目中 华晨宇和比自己大21岁的女星许晴传出了绯闻 在一期节目中 华晨宇在喝醉的情况下 直接躺在了许晴的床上睡觉 许晴在发现之后给他盖上了被子 并没有说什么 而后许晴在参加金星秀 被问到和华晨宇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许晴毫不避讳地说道 我们两个真的很相爱 而且是灵魂伴侣 然而随着绯闻越传越烈 最后两人纷纷出面辟谣 许晴表示华晨宇是谈的比较来的朋友 而华晨宇则称许晴将自己当儿子看待 并且说他的择偶标准并不是许晴这种类型 这才让谈论他们绯闻的人减少了许多 就在华晨宇和许晴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张碧晨跟着自己的父亲回了国 并在不久之后参加了中国好声音 最后 他凭借着一手时间都去哪了成为了 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 2014年11月11日 张碧晨和华晨宇受邀参加了2014全视频之夜 并被主办方安排在了一组 两个人就这样成功会面 半年后 两人共同参加了江苏卫视的《畅游天下》 在节目中 华晨宇主动和张碧晨成为了搭档 在做纸压版任务的时候 华晨宇会背着张碧晨做深蹲 让张碧晨少受折磨 华晨宇还会主动给张碧晨买零食 给他拎包 对于华晨宇 张碧晨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关心 因此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两个人就传出了绯闻 由网友扒出两个人不仅经常撞衫 还会佩戴同一款戒指 项链 不仅如此 张碧晨还在微博上大方和华晨宇互动 并晒出华晨宇的照片 但是面对绯闻 两个人却都是极力否认 甚至为了避嫌 在参加我是歌手巅峰会的时候 两个人即使碰面了 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流 但私底下 两个人被曝出住在同一家酒店 不久之后 张碧晨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极光演唱会 然后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当中 当时 对于张碧晨的消失 有人爆料她是被谢娜封杀了 早前 由于张碧晨多次站台张杰的演唱会 和张杰有多次的合作 所以传出了张碧晨插足张杰谢娜婚姻的谣言 只是当时张碧晨当小三的论调还没有传开 谢娜就发文澄清了谣言 所以事情并没有扩散开来 2019年3月1日 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张碧晨在微博发文称 辛苦了 今年继续一起吧 谢娜也是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自己和张碧晨的合照 澄清了此前封杀张碧晨的谣言 没想到的是 就在两年之后 张碧晨亲自食锤了自己和华晨宇的关系 2021年 正当大家在兴致勃勃地吃着郑爽和张衡的气氧瓜的时候 网上突然爆出了张碧晨给孩子上户口 孩子的父亲是华晨宇的大瓜 对于这个爆料 华晨宇的表哥先是辟谣 但1月22日下午 华晨宇突然在微博发文似的 我们是有一个孩子承认了这一消息 紧随其后 张碧晨发了一篇长文 表示自己在2018年秋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不知道该怎么和华晨宇开口 就选择一个人跑到国外 生下了孩子 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张碧晨觉得不能剥夺了华晨宇作为父亲的权利 于是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华晨宇 而华晨宇在知道孩子的存在之后 只是一时的错愕 很快就接受了孩子的存在 并表示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户口 随后 华晨宇又发一文 表示自己会和张碧晨在没有婚姻的前提下 共同抚养这个孩子 娱乐圈在天一娃 虽然令很多网友感到震惊 但是在经历了郑爽的借父生子 弃养事件之后 似乎大家都能够容忍张碧晨和华晨宇未婚生子的事情 至少华晨宇还是勇敢承认了孩子的存在 而两个人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公布孩子的消息 正是因为前有郑爽弃养仪式 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华晨宇在这个时候公开自己有孩子 并和女方共同抚养 不仅可能会被郑爽的事情盖过 华晨宇还可能会收获一个负责任的好名声 但是时至今日二人仍然没有结尾法律上的夫妻 近日华晨宇又爆出进行了不止一次的亲子鉴定 这对于华晨宇怀疑孩子非亲生的行为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为不负责任或不真性的表现 尽管亲子鉴定可以提供科学的答案 但在感情和亲子关系中 信任和理解才是关键 华晨宇的行为或许反映了 他对自己亲子关系的焦虑和不安 可能是他内心的恐惧和一律所驱使 这啊 这种行为的公开曝光 无意给张碧晨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愤怒 这也暴露出了夫妻之间沟通不畅和情感交流的问题 这也暴露出了夫妻之间沟通不畅和情感交流的问题 中文字幕咨� vessel jak会 wa人了解 已经出现了小播